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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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吗 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其实没有什么想说的 但是我今天能站在这里 牵着我最爱人的手 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以前我觉得上天对我很不公平 让我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但是今天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小迪 我会用我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去爱你 从现在开始 让我来守护你 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幸福的 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幸福的 多谢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 龚先生 酒养的 施小念 你到底要干吗 对了 二位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们迟到了 打扰了二位的订婚典礼 你们继续 我们俩随意坐就好 没关系 公公请多坐 好 对了 今天我还带了一份大礼 来送给二位 你说 好 你 公公 你是公益的吧 哪方面 这位天生丽绩公益的公益 这位天生丽绩公益的公主 公益的公益 你这身衣服 还有后面那车蛋炒饭 全都是你设计的吧 全是 知书达理 落落大半 对了 你的身杀 好像缺了点手 我刚好想让你拍戴上 你不用 我刚好想让你拍戴上 我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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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 耳钉 来 你带上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带 要不然肯定给我耳朵出个洞 好心当中驴肝肺啊 下次就让你穿得破破烂烂地参加电影 看你还敢不敢停车 那你吃过来的肯定好 你看这里面肯定有海鲜的 没有 你咋好 有没有泡芙 小驴肤 平时应该不常出席这种场合 你交代人照顾他们下 放心吧 妈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小雪 那个穿黑衣服的就是恩怡的公欧 是她 公欧做事情 总是出人意表 什么意思啊 穿这么一身红过来 跟新娘的抢风头啊 这不让我们难堪吗 合力同行啊 你吃一点茶茶 太油了我不吃 我吃水果 肯定不错 人家特意送过来的 少吃点点 你忙醒啊 味道怎么样 应该可以 少吃点 少吃点 我做了 不会吧 你别吃这么多了 这个男孩子 是你现在的男朋友啊 不是 怎么可能呢 他是公欧 公欧 我有印象 最近好老在电视上 报纸上看过他 公欧 我 我 是吗 长得不错不错 刚才我看见啊 他跟你戴项链的那样子 细心的 你们俩到什么阶段了 这 妈 爸 你们别误会 跟他什么都没有 我宁愿一辈子不嫁 也不会嫁给这种人 想念 你千万不要说 不嫁 不嫁这种话 你也知道 妈贴的心里特别难受 我跟你爸爸 就希望你幸福快乐 你老说不嫁 我们心里受不了 就是 就是 妈 你别难过了 我就那么一说 我女儿一定会信死的 只不过呢 我和公欧 和我怎么了 叔叔 阿姨 小公好啊 那个 我们是 小念的父母 我爸 我妈 小公啊 你好 你好啊 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 来 加个微信吧 爸 我扫你啊 好 小公啊 我看你特别忙嘛 是不是 那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你傻呀 人家总裁还需要礼物业心嘛 对对 总裁总裁 兄弟姐妹有几个 是不是住在一起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退休了吗 退休金有多少 妈 我家里还有父母 你认识我们小念之前 交过几个女朋友 爸 爸 爸 别问了 你不有事吗 你去忙吧 我没事啊 我觉得跟叔叔阿姨聊天 挺有趣的 他不会介意的 你看 当然不会介意 你看你 妈妈问这些 是帮你把把关 担心你 我们了解多一点 不也放心嘛 对不对啊 那个 我水喝多了 我要上个厕所 爸妈 我先走了 你不走吗 小宫啊 阿姨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们家小念 这要是紧张 就准上洗手间 你别说了 没关系 来来来来 拍点照片 没问题 不走 你先去忙吧 跟我还装样子 什么慕祖 还是叫我学姐吧 听着舒服 自从你哥去世之后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现在还好吧 我还好 你哥的葬礼我正在国外出差 没能及时赶回来 我跟你哥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恩义总裁的位置现在还空着吧 你打算什么时候接手呢 不知道 现在公司运营还算正常 我还没想好 什么时候回去 该回去还是得回去 恩义是你跟你哥一手打拼出来的 总不能这样慌着 我听说 公寓之前准备朝人工智能发展 不过你们的主业是手机 AI可能不会这么早 人工智能是恩义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们已经开始做出准备了 但我哥的这次车火 彻底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AI计划可能会延期 但不会停止 我一直都很开好你们兄弟两个 眼界要比我们这种 做传统行业的人远得多 学姐 我还要去一趟卫生间 去吧 好 不用跑 他们没有追过来 谢谢你 帮我解围 你别误会 我不是为了你 我是在帮自己和小迪解围 今天这帮记者为什么会突然追你 难道不是你跟公欧安排好的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今天是我和小迪的订婚典礼 而最受关注的人却变成了你们 很难不让人多想 不管你信不信 发生这件事 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本意 或许不是你的本意 其实我跟过来 是有别的话想跟你说 我暂且不想谈论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只是觉得 有些话应该趁早跟你说清楚 我一直不明白 你为什么口口声声说 从小到大陪我长大的人是你 而不是小迪 我希望这件事就此打住 毕竟在我跟小迪婚后 你也算是我的家人 我不想大家谈谈看 我画了一本漫画手稿 里面记录了 我跟你一起从小长大的点点滴滴 我本来打算要给你的 可惜 可惜什么呀 可惜你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对吧 后续你口中的一个手稿 根本就不存在 我真的画了 我 我是没有 没有机会给你 我下次见到一定给你 好啊 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这样 你应该知道我在十六岁的时候 做过一场手术 那在手术之前 我跟你说过的话 你更应该记得 我知道 那天我高烧不退 我就只能拜托小迪去 去见你 我拜托他照顾你 我让他跟你说 我是你的美少女战士 手术不要怕 有美少女战士守护在你身边 这也就算是你的自圆其说吧 很可惜 值得我用一生去呵护的 只有小迪一个人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没有撒谎 你为什么不信呢 是小迪在骗你 我是 手术那天 我没去 可是手术前一天我跟你说的 我说 我一定会等到你 睁开眼睛看到我 够了 施小姐 我只希望你还记得 小迪是你的美少女 骞出 还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从今天起 我们就划清艰辛 我不会再出现在你们生活了 也烦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 还有 请得告诉小婷 不要试图再来抢走我的任何东西了 实想念 小迪 我好心好意邀请你来参加我的订婚典礼 你在干嘛 你是彻底不顾我们之间的姐妹情分了 是不是 从今天开始我们划清界限 我不想再因为你的任何事情影响我们牵出了 小迪 你从我的身边抢走了什么 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更清楚 你放过我吧 从小是我和千初在一起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小姐 是谁在自欺欺人啊 十里小姐在这里上演家庭伦领剧的戏码 怕是不太合适吧 龚总这是来英雄救美了呀 我们之间的家事 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插手吧 十小念是我叫过来的 你们俩这么为难他欺负他 问过我了吗 关你什么事 看别人家笑话有意思吗 开始了 我乐意 师弟啊 你把十小念叫过来参加你自己的婚礼 你觉得很聪明很高明 在我看来简直不值一提 我送你一句话 戏过了 只会让人家更加讨厌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过去你跟十小念之间有什么恩怨与纠葛 我不管 但是从今天起 你再敢为难他 我同样让你吃不了兜之间 龚先生 你把话说清楚 小迪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你这样含糊其词的话 恐怕不太合适吧 千初 别跟他们说了 有记者在 你到底是干什么干的 非要看我全家笑话 你别误会 我只是单纯看你那个妹妹不爽 你有的时候做事还挺奇怪的 跟看上去不太一样 你不要想太多啊 我在你心目中 还依然是那个 爱欺负人的管兽 我也不想在你心目中留下什么好影响 换句话说 不要以为 我在你父母面前应和了两句 你就想对我产生什么非分之下 你在我这儿 没可能 对了 你这个人能不能有点道德感 伦理感 不要总是缠着你那个妹夫不放 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啊 我才是千初的女朋友 谎话说多了别人不信 你自己都打颤了了 你 还有 你能不能换一身像一样的心头 现在我站在你身边 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 神经病 你说什么 我说话了吗 换听 沐总 您那个没事吧 没什么事 您去照顾其他人吧 好 请 这个公公真的是架子这么大 说话这么粗 沐总 你是不是跟他认识啊 我看他跟石小天在一起 你都不惊讶 我姐姐 跟他哥哥公益从小就认识了 当年公益创业手上缺资金 我姐呢 正好想试水科技行业 所以就立派中医投了恩益 但至于公欧跟你姐姐的关系 我就不知道了 原来是这样 石小念在他面前肯定没说我什么好事 我以前也喜欢他 对了 刚才你姐姐跟我说 我十六岁那年做手术的时候他生病了 他说是他让你代替他去照顾的我 那我在手术前跟你说过什么 你一定记得吧 倩初 你是相信他不相信我是吗 当初那个烫伤的伤疤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现在可以给你看 傻瓜 算了 我当然相信你了 还有 今天公欧的事情 咱们也不要放在心上 就当给他个面子 也不要让他打扰了我们的性质 好吗 我才不理他呢 我还有客人要照顾 走吧 怎么下雨了 这个人是 刚才教训我一顿 现在又让米生把我给抓过来了 是不是有人格分裂啊 八成就是有这么个分裂 脾气又不好 神经兮兮兮的 你在说什么 吓死我了你 我 我说 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 你看这天都这样了 咱们还能回去吗 怎么 你想留下来陪家人旅旅游啊 米生现在正在备车 你后悔还来得及 你 我不后悔 这天这么差 他 看不到他最想看的日出了 施小念 你现在不会还在想啊 你想跟沐千初一起看日出吧 疯了吧你 没疯 你 闯死了 闯死了 你 你 本来就是你和我给他一起看日出的 小鸥 妈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妈妈想你了呗 想跟你说说话呀 你最近身体还好吗 还失眠吗 最近还好 睡眠嘛 时好时坏 就是老 常常想到你哥哥 想到你哥哥 怎么 这人说没就没了 突然消失了 我心里总是很难受 妈 人死不能复生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 能够好好的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和我爸的身体 我还好 倒是你爸爸 他嘴里不说 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很难受 你知道吗 他抽雪下的次数比往常多了很多 小鸥啊 你听妈妈一句句 你回到英国好不好 爸爸妈妈 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儿子 你理解一下妈妈的苦衷好吗 你回到英国发展事业 也都是一样的 妈 恩义这家公司是我和我哥一手创办的 现在我哥不在了 我一定要保住他的事业 还有 我哥的死 警方初步断定是车祸 可是我觉得里面疑点重重 而且我现在也找到了线索性的人物 等这一切水落石出了 我再做其他的决定 真的能查出些什么吗 但是 但是小鸥我也担心你啊 妈 你相信我 好吧 既然你那么有把握 那妈妈就相信你 但你也要答应妈妈 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任何事情 不要争强 你不要自己一个人扛 一定要告诉我们 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知道吗 知道了 妈 你早点休息吧 小老板 是供应商人还是供应商人 还是供应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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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板 他们酒店这边通知说一会儿会下大雨 咱们晚上走的话走高速国道都不安全 所以他们这边建议说岛上所有客人留宿一晚 这样明天早上还能看最著名的日出 只有石小剑那个傻子才会念念不忘那个日出吧 对了 天气真的会变坏呢 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在这边住一晚 然后明天一早再走 安全第一吧 石小剑 石小姐不在客厅 不在 小老板 我走了 躺厅的洗手间都找过了 没找着啊 你去找 石小念 石小念 等我找到你了 一定把你让到海里去喂鱼 这天这么差 他 看不到他最想看的日出了 你先出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是小念 有什么事吗 龙先生 这两位红酒怎么回事 是我跟小弟喝的 是小念 是小念 找到了吗 龙先生 清楚 喂 小老板 找到了 在门口 好 知道了 我再出去找找 在哪儿 跑哪儿去了 我 我哪儿也没去啊 就在这儿 在这儿干什么 刚才看你视频没想理我 我就出来转转 对了 我刚才听他们说 今晚大家都走不了了 就咱们车要走 少废话 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原来想跑没跑掉 躲在这里是吗 你 我后来想了想 跟你待在一起 也比待在这个烂岛上 稍微强一点 怎么 怎么个意思 你们不上车吗 咱们不得走了吗 因为天气原因 离岛的高速公路都被封了 我们现在想走都走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这什么走断 对了 目前出这个人 我再也不想见到了 为什么 医生 告诉他 没有为什么 原来不仅日出好看 连下雨天也这么好看 赶紧去睡觉 小心明天起不来 把你丢在这里 你这个人真奇怪 好话不知好话讲 跟我顶嘴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不然我现在把你丢进湖里面试去啊 那我们还是去睡觉吧 去哪儿睡觉啊 这里是我的床 你的床不在这儿 床都是一样的 那我现在就去我的房间睡觉了 想太多了你 我想多 你想的比我多得多 还是 不一样 蠢死了 一样的 日记到的日出可真美啊 哇 哇 哇 啊 我 啊 我 我 我 干什么 干吗偷窥别人呢 今天早上的日出 是沐千初送给师迪的订婚礼物 我劝你还是别看 我怕你看多了 伤眼 外加伤心 我没有很伤心 对我来说 千初完成了陪她一起长大的女孩 她要信守的这个承诺 我这么想完以后 觉得她是一个言而由信的人 就不那么难过了 你干什么 你这样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秀恩爱 你找虐啊 你拿开 那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不想看到我 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不想看到我 我 Whew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iqu a 你 我本来是不敢面对的 可是真正面对之后才发现 其实并不那么难放下 我决定开始试着放下过去 回去以后呢 好好地改一改我的文化 开始新的事业 新的情感 新的生活 你啊 别自作多情 我带你去他的婚礼 纯属只是想看你的笑话 是是是 还不承认 反正你帮了我不少忙 无意也好 有意也好 我都是很感谢你的 还有那个 这件事之后 你能不能 别再为难目前诸葛师弟了 石小念 这才刚过去多久 连十二个小时都不到 你忘了他们是怎么对你的了 你怎么这么蠢啊 蠢到家了 我记得 我记得 我 我是很生气 很很 只不过 只不过 从小 我石笛面前 我就是姐姐 千冲面前 我是那个能带给他希望的人 其实我再怎么骗自己 我都改不了 想第一时间冲过去 帮助他们的这种冲动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就像我小的时候帮石笛打架 打完了以后还被他数落 但我还是很开心 不管怎么样 石笛都是我妹妹 我在别人面前 就应该保护她 我跟你不一样 我没你这么宽容大度 也不像你这么善良 我做任何事情 都要讲究利弊得失 公欧 你别看我现在挺惨的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不都是交易 我现在依然这么觉得 要不然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是啊 你的生活对于我来讲 是没什么意思 我不在乎 你看你这个人啊 你嘴上说着你算计 讲得失 可是呢 我觉得你心里 也是否认这种做事法则的 你还是挺真性情的 要不然你接我干什么 想念 你怎么这么喜欢自作多情 自说自话呀 麻烦你蠢不要拉上我 好吗 你还不承认啊 那我问你 你带我去订换经理 能换来什么 你后来救我 又能换来什么 我拒绝回答蠢人的问题 这怎么蠢啊 你别动啊 有没有人说过你 特别像日曼里的中二男主角 就是那种特别有正义感 有责任心 有同情心 表面上嘴特别硬 不承认任何事情 跟人还经常打架 一人一爆炸 经常咆哮摔东西 特别可怕 凶起来特别吓人的那种 中二少年 是少年我再说一遍了 我不看动画片 你有没有童年呢 这不是动画片 是动漫 我建议你看一下 这样你对自己 会有全新的认识 石小念你是不是 小老板 陈总那边突然有事 想跟你开一个 简短的视频会议 知道了 你要有事你就先忙吧 我先走了 谁让你走 把我的衣服弄脏了 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啊 出于做人的基本礼貌 你也应该帮我洗干净吧 我 这 我什么时候 还有这项服务啊 你说 好好安顿石小姐 你们小老板 为什么总是皮脚肉不小的 你怎么也这样啊 行吧 那工作我们现在开始了 好 开始吧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我们今年的 新品手机渠道定位方面 目前专卖电视最核心的 线下零售渠道 我们会将整体线下收展人做 严控价格体系 集中资源对线上销售 进行间歇复制 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叫大家过来呢 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想法 跳水约 这次 好 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 我觉得我不欠一个 把大部分的资金通到先生 我觉得还要出乎客户的 这个线下 才会把寂寞当成解药 想要把所有回忆藏好 最后放生了 吃饭了 我看啊 谁先回来洗手 我就把那大部分的给他 好吃吧 好吃 你吃什么呀 怎么这么好吃 我怕的米贴过 这是昨天剩了一下的米饭 外婆觉得扔掉可惜 就用一个鸡蛋 真是炒了一下 我吃爸爸妈妈 不 不能吃 中菜食菜 好舒服 都敢要管他们 慢点去啊 我们研发的新手机 如果还采用老系统 有什么意思 要做 就给它做到最前面去 重新开发系统 让它跟市面上所有的手机 都比一样 甚至 站在未来十年的角度去设计 可是重新研发系统的话 项目周期会延长 成本会提升 而且还会有失败的风险 你去踢个球都会有风险 对不对 没有风险怎么突破呢 你呀 就是被爸那套给洗脑了 才没有呢 其实 我跟爸的想法很不一样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做出自己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也算是 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吧 虽然 爸老师说我不切实际 哥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听你 你呀 就先做你的好孩子 这种往前冲的事呢 让我来 等我把江山都打好了 都会你 那你很快就可以回到正轨 所以大众也会令我们重视信心 大家加油 会议就是这样 龚总 好 今天就先这样 会议结束吧 好 好 好 实际面前 我是他姐姐 千初面前 我是那个能带给他希望的人 其实我再怎么骗自己 我都改不了想第一时间冲过去 帮助他们的这种冲动 真是一个个都喘到架了 谁要你们保护呀 你们连自己都保护不好的 小老板 上次我哥那个报废的车子 专家怎么说 对了 他给我发了一份 那个事故报告 我发您邮箱了 汽车制动系统 性能完好 排除人为和机器元素 路况和天气 会成为主要的事故原因 难道真的只是意外 但现场出现了 市场面的漫画副本 要怎么解释呢 对了 沐总 你找我 公益去世之后 恩益的实际管理者是谁 应该是陈白 据说公益现在很少在恩益露面 没什么特别重大的情况 她不怎么到公司 恩益没有了公益 果然就是不行 这个公益就是扶不起的阿董 听说他们最近在做人工智能 你找人了解一下 进展到哪一步了 记住 不要伸张了 了解一下继可 明白 我立刻去办 那个线上的会议开得如何 立会嘛 每周都要开差不多 就是公益她的情绪 反正整个不带状态 我看她的心思 根本不在公司上 我听说啊 发布会这么重要的事情 愣是叫人找了她半天 她可好 又跑到穆家婚礼上去出风头了 贾董 我早就说了 不要对公欧 抱有多大希望 陈总裁是尽心尽力 管理公司的真正好手 陈总 如果有你来当恩义的总裁 肯定比公欧更合适 这个我同意啊 我们作为股东 这个利益自然是互助的 所以啊 这就是我们 支持你的原因 那个 不谦虚地说啊 对于恩义的情感呢 我可能比很多人 都要来深一点 如果我出任总裁 我肯定会付出 自己全部的心血 让恩义变得更大更强 但是有一点 虽然我在恩义这么多年 但说到底 还是跟着公欧看 我们既是合作伙伴 有着好兄弟 你说这人刚走 我就跳出来和他弟弟 争名夺利的 这层个人情感上来讲 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了 这件事你放心 一切由我们来安排 只要你肯下定决心 来争这个总裁 我们都会在背后 为你助力 公欧留下的股份 我们很有兴趣收购 如果成功 我们在恩义的话语权就更大了 到时候选谁做总裁 不就很容易了吗 明白了 那这样 接下来呢 我就尽量避免跟公欧的正面冲突 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当然了 股权的问题 所以我在他那边也会旁角侧击一下 来 来 干杯 干杯 这衣服洗干净了 你帮小老板晾起来吧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也真的有事 我要走了 来来来 石小姐 石小姐 您就别为难我了 发布会的蛋场饭我也做了 沐建筑订婚礼我也参加了 这衣服我都给他洗了 你们还想让我怎样啊 丸子好几天都没联系到我了 肯定担心死了 石小姐 小老板没放话 我真不敢放你走 那你也别拦着门啊 我又不会跑了 怎么 你们还想把我关起来啊 肯定不能关你啊 那您千万别冲动啊 小老板那边我真的招架不住 你放心 我不会连累你的 我自己跟他说 好 狗红 你别生气了 我 不甘比上的事 是我求了他半天才同意我来找你的 我有个事要跟你说一下 我该走了 我留下来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还挺麻烦的 放我回家吧 好不好 石小年 这一次是我请求你留下来 因为你是查清楚我哥哥车祸唯一的线索 我答应过我妈妈 等这一切水落石出之后 我就放弃安逸回到他的身边 但现在时机不成熟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放弃安逸 这不是 你和你哥哥的心血吗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我这里 都待些日子 我不是要求你 而是请求 是拜托 你能帮帮我 好吧 看在你这么真诚的份上 我也被你打动了 还有看在你带我去订婚典礼的面子上 人情换人情 我答应你 再留下来几天 不过就几天啊 机长为事 我怕你反悔 是 那个 这个很准的 那你不许反悔啊 小迪 以前我看不见的时候 就经常听你跟我描述 如此有多美 那个时候啊 也就是我的眼睛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你的眼睛能康复 现在你眼睛好了 我们也得到幸福了 不过小迪 有件事情让我很困惑 你姐姐一直跟我说 她画了一本漫画 你知道吗 知道啊 我姐姐她一直想出版漫画 但是一直出版不了 所以她总会胡思乱想 可是我记得 你以前也很喜欢漫画 不是吗 是 是啊 你长大了嘛 人都是会变的 小迪 你是不是有事瞒我 没有啊 你快把她忘了呀 你怎么这么没有出现 忘了她忘了她 明天睁开眼睛 又是美好的日子 明天又新的开始了 吃小面 你干什么 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挺会找地方啊 这个地方除了我 没人会来 又是因为那个沐浅初啊 可是是谁允许你到我健身的地方 来治疗你自己的情深 那你做饭去 都几点了 都几点了你还要吃早饭啊 这就是我的早饭时间 以后每天这个时间 你必须准时给我做早饭 知道没有 做就做 放手 反正我也得吃 什么你们人这是 对了 姐姐这边怎么安排的 公司杨总那边的项目 已经交给董事会批阅了 董事会那边没有意义 那就好 沐总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没关系 说 杨总的项目是明年公司的重点项目 相当于有实权 您姐姐虽然分管着公司的其他项目 但是她又是公司除你以外的最大的股东 包括公司的很多元老级人物 还有杨总 都是您姐一手栽培出来的 你担心姐姐的权力超过我 杨总的提案 虽然公司上层都已经同意了 但是公司内部的员工 还有一些不理解 您要不要再深重考虑一下 我之前市民的时候 都是姐姐在帮我搭理公司 我现在手头上的项目呢 也有很多都有她的心血 你别担心 小迪也经常跟我说 要我们牢记 在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的人 我要是这么做的话 小迪肯定第一个不高兴 你也是好心 对了 小迪现在还没拍完吗 没有 听说是在等日落 知道了 有灯 一顿早饭 一顿早饭 多棒 只要吃这么多东西吗 她也就这么决 她家厨房也太大了 比我家多大 货费 不喜欢吃饭 不代表用不着厨房了 万一哪天我派上用场怎么办 比如说现在 也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觉得你 吃顿早饭用这么多食材 太浪费了 不是 这个随你 我只需要在我上班之前 吃到一顿满意的早餐就行了 其他都不过 吃 撑死你 我给你做出一年的量 吃吧 这么多东西 你早上能吃下吗 这些都是你生点的 我吃蛋炒饭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随便试 那我可以尝尝 没想到你饭量这么大 还有 这蛋炒饭 不太少了吧 根本不够我吃的 下次你多做一下 谁知道你只吃蛋炒饭呀 你这么多样 你不多吃点 你只吃蛋炒饭 让你做你就做 你还得吃完呢 嗯 真的不错呀 你不尝尝这些吗 叫我去香菇 谢谢 陈总说有几个股东 的公司会议室等你 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怎么这么着急呀 他们好像是要讨论 公寓全身股权的问题 准备车子 去公司 今天晚上有个大片上映 你们要去看吗 我去 我看 董总好 董总好 我跟你们说 怎么了 郭总自从大老板去世之后 就很少来公司了 是啊 这一次现身 我估计肯定有大事发生 关于公寓股份收购提案及协议 这什么意思啊 公总 既然公寓已经不在了 那么他在恩义的股份 一定要有个说法 我们讨论后呢 打算 购买他的这部分股份 所以 想来问问你的意思 发生这样的疑问 是我们都不愿意看见的 但既然事情已经出了 我们要对恩义负责 有一些问题 该处理还是要处理的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们以高价收购公寓的 这部分股份 这也有利于我们以后的合作 对不对 公总 好 加东 吴董 我知道二位的意思 就目前来看呢 你们提出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未来着想 只是 这件事 甚至为善罢 股份 是个大问题 大家应该先讨论讨论 再做决定 龚总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 这种大事我们放在桌面上 也是想和你多多沟通吗 我不同意啊 龚总可以先看看我们的提案书 我们会给出你满意的价格 或者 有什么条件你也都可以提 我不需要 我不允许任何人 分割他的股份 那你认为 龚玉这部分股权一直悬而未决 就是对恩义负责任的表现了 那我也请你 给我们这些股东一个交代 恩义 想往哪个方向发展 一般来说 龚玉去世之后 他在恩义的股权 将会转任来低级责任 父母 但到目前为止 龚先生 龚太太都没有救股权的问题 做出任何表态 我们也不可能替他们做决定 再者 龚玉刚出这样的事 我们就在龚总面前 及股权阵让的问题 不太合适吧 陈总说的 再行再行 小龚 话说回来啊 家董 吴董提出这样的想法呢 也是为了日虎的合作 我相信他们没什么恶意的 这件事 只要是看你的态度 能谈就谈 你也别想太多 我 我个才刚去世 你就这么着急地刮分他的部分 这 这难道是好意啊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刮分啊 你们也别费尽心思写这个提案了问我了 我的意见很明确 还有 以后像这样的会议 最好提前预约 否则 有不参加的权利 各位各位 今天谈这样的事呢 确实有点喂吃过草 吃点好饱啊 完了 吃香烟就完了 好几天不见我了 能不能说点好的呀 你看看你现在啊 完全是一副家庭主妇的样子 当初我霍远氏英雄 在几百个漫画家里面 把你挑出来的灵气 已经荡然无存了 你说什么呢 咱俩不就是一考班同学吗 你好歹配合一下 别那么现实 丸子 前天龚欧带我去了千出和时迪的订婚典礼 什么 你去了 你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我真的是去了以后 才想明白了很多事 我原来对很多事情都抱有太美好 太 太好的幻想了 原来我对自己 对漫画对爱情都盲目自信 盲目期待 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我正好是躲在龚欧家的这几天 想明白了这些事 你说得对 我不能总躲在龚欧家给他做饭 说好听点我是帮他 说不好听的 我就是在做他的米虫 所以你是想 所以我是想 找个好工作 赚钱养活自己 找工作呀 找工作我这倒是有 但是你一个学画画专业的 总不能去干那些粗活累活吧 我无所谓 什么粗活累活我都能干 只要能养活自己 我这次来不是来帮你找工作的 我的本意是想让你重新画画 可是丸子我想了一下 我可能真的不具备通过画画 能养活自己的资本 我原来觉得我那个漫画 无论从漫画角度还是情感角度 它都是很有价值的 可是现实呢 它却一文不值 所以原来我真的太天真了 都这么大人了 卡里都没点积蓄 你也别这么想 不过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放弃画画的 为了赚足生活地堡 为了重拾我的漫画梦想 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愿意坚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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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小老板 那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 还得生气啊 小小其实有些话 没必要说得那么硬的 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啊 你也盯得出来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我觉得这件事上 他们做得非常欠托 不管是出于股权份额也好 还是出于个人感情也好 这一次我非常尊重你的选择 是吗 当然 还有两件事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第一件 国度们对于总裁的位置悬而被决 一直是非常不满的 现在咱们的股价已经开始下跌了 外面对我们有很多的质疑和猜测 如果再这样拖下去 对恩义将会是致命的打击 还有一件就是 之前那场发布会 反响不是很好 你也知道 股东们觉得 适当的宣传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市场营销里面 给了一个全新的宣传方案 希望咱们能够尽量地配合一下 我们做一下宣传 减少负面的损失 但是这个发布会呢 需要你亲自参加 股东那边已经没问题了 所以就让我来问问你的意见 你肯定知道我的想法呀 恩义总裁的位置和公寓的股份是两码事 没有必要牵扯到一起 晓鸥 你已经三番两次地打了股东们的脸 再这样闹下去 对我们都没好处 好啊 好啊 媒体的是你们随意 我不管 只不过我不会出面 总裁的位置先这样 没有考虑周全 谁也得想懂他的位置 恩义是我哥的 我不允许任何人剥夺他的权利 抢揍他的位置 没有人要夺走他的股权 拿走他的位置 是 晓鸥恩义她不是几个人的 她是大家的 商场上的事情顺心万变 每一个决定和选择 都是成败的关键 恩义的今天她不是靠一个人 单打独独 单枪匹马 而是靠着 你公欧 公寓 还有我 以及这个屋檐下 每一个人的努力和智慧 对 你知道外面的人都说你是 扶不起她 阿东 你可以不在乎他们的看法 但你不能不在乎你哥的心血 我相信你一定不想让失望吧 小五想告诉你 小五想告诉你 恩义没了谁 都会照张云传 小迪啊 刚刚订婚马上就提结婚 是不是太快了 爹啊 这种事情当然要越快越好了 万一拖出什么变故怎么办 再说 十小店那颗定时炸弹在哪儿 我可放上去了 要不这事儿让你爸爸去说好不好 我爸 您让我爸去说 我这辈子都别结婚了 千初 千初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阿姨 我跟妈妈聊天呢 是吗 你们在聊什么 我方便吗 也没聊什么 你知道家长吗 总希望女儿赶紧加入好人家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会去尽管安排 对了 我们要不要在这儿多待两天 这几天说是来度假的 反而都在忙工作了 我们多待两天 好好玩一玩 再看你最喜欢的日出怎么样 不用了吧 我那边通告都排满了 今天排完之后 咱们就坐晚上的航班回去 好不好 小弟姐 小弟姐 现场好了 我先去拍了 走 走 走 从今天起 我们就划清艰辛 我不会再出现在你们生活了 也烦静静的不要再来打扰我 请你告诉小弟 不要试图再来抢走我的任何东西了 好 清初 清初啊 你怎么了 我没事 阿姨 这是不是太热了 我们进去坐吧 不用了 我难得来看小弟 我就在外面坐吧 好 好 是 没错 是 你好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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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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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新风波 我要赚足钱 然后重新找回万化梦想 我会精神满满的 为了我都有新风波 你回来 你怎么辛苦做饭了 就是你回来 回来 老 老婆 你 你 你怎么来了 你可以啊 趁我不在 快给我找个小姑娘 我看你是不是胆功虫过高 搞得咋也没了 没没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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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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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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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来了 你给我等着 你不要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站住 站住 你一步来上班 你闪人心 你给我站住 我站住一站 怎么样 你以为我们这儿画 严肃漫画一样 我告诉你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 海量更新 巨大转折的风格 你不喜欢看 没关系 网上有的人喜欢看 再说了 你 一个小小小小的枪手 画就得了 哪来那么多意见 我只是想 小小小小小的提高一下我们漫画的质量 你以为你是谁呀 初稿的时间马上就到了 我可没有工夫在你整 而整这些有的没的 提高质量 好清高哦 爱画画 不画 滚 滚就滚 你 真好吃 是 這個月一分錢 要白成兩瓣花了 剛剛怎麼樣 不會 人家讓你滾你就真滾了吧 我沒有 你說的是不是太草率了 沒辦法 遇到漫畫的事我是真來氣了 石小念 咱們倆說好的 為了錢 什麼都能堅持呢 小念 馬上瘋 你覺得我是不是活得特別失敗 窮 就算 我還矯情 那不叫矯情 那叫有原則 不過說實在的 遇到你們這種性騷擾 三關不合的上次的確沒得幹 矯情說不上 倒楣你知道是真挺倒楣的 好 好了 好了 你知道嗎 你下午還要面試呢 還有第三份工作呢 我相信這次肯定 沒有問題 知道吧 石小念 走了 起來 起來 加油 走 只招身強體穿的男性 那就別找我來呀 看不著簡歷上寫著性別女的 還好我抄了一條小路 要不然耽誤時間 我這供養單程 還得多收一塊錢 我刷個牆也要美術專業畢業 你咋不要求搬轉的 都是建築學院博士生呢 沒意思你 太專業了 還好是個小路 好 想看不著 快送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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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绿桃 我的系统机啊 我的车 被想了多少钱 没 没丢钱 那还丢了其他什么东西 我还在失业呢 都没小偷有钱 就丢了一个手机 不是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呢 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 我们天天宣传 不要把背包背在后面 不要把手机放在兜里 不要边走边听歌 你们就是不听 我没 没听歌 也没放身后 就放在车框里了 就没了 包不能随便离身 你说说你现在 手机也丢了 钱也没有了 家人该多担心你啊 警官 我那手机刚买的 都没用多长时间呢 还能不能找回来 你先回去 等我们消息 如果手机没有转卖掉的话 找到手机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好 谢谢 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要有点钱一个字吧 记住 不要太着急 有什么消息 我们会控制你的 郭 我 你怎么来了 你说 我如果但凡早点发现那小偷 我就不会把手机放在身上呢 然后他就不会抢走了 这么深那一条路 而且还是快天黑的时候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只身一人去追小偷 你现在该庆幸 被抢的只是手机和钱包 但凡那个小偷有点邪念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该在哪儿哭呢 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呢 人家手机已经没了 现在可倒好 钱没赚到 手机还丢了 要么怎么说你蠢呢 手机被抢就抢了吧 你一个女孩子家去追小偷 你怎么知道她的同伙没有在附近埋伏你啊 那我说人倒霉 喝凉水都塞牙 不过 你怎么知道我在派出所啊 你怎么找到我的 你别自作多情了 是我的家务助理在买菜的时候 发现你骑车狂追小偷 然后打电话联系米生 多亏了米生反应快 调查出你在派出所 我才勉强跟过来的 这么巧啊 死鸭子 嘴硬 你就承认关心我安危有那么难吗 不过我好担心我那个手机 真倒霉 你还是好好给我做饭吧 我可以给你开心水 我不 那样小丸子会说我没志气的 我要靠自己 不靠你 好吧 只是想念的 而是老板他所有宝秸的 不行啊 手机也丢了 工作也没了 你现在是不是除了炭炒饭以外 什么都不能做了 你想吓死我呀 谁批准你在我家里大哭小叫的 正式给你的新手机 上一次你的手机坏了 我有责任 就当是对你的补偿 还给你 我可不要 你这手机都有监测系统的 我可不想我查的内容 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那我就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人 那我告诉你 上一次是因为你的手机系统没有更新 所以说你的操作我都能看得到 但现在这个手机系统 已经更新到最顶级的了 我想看也看不了 我再说一次 你要不要 不要我可真拿走了啊 我拿走的话 就只能用自己的钱去买手机了 我们恩义的手机可是很贵的 好 有骨气 那我走了 给我 这本来就是我的皮肤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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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鸥见到了吗 一定很高兴 压死我了你 你不起了 小鸥 干什么你 骑了 小鸥 骑了 爸 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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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伯伯好 呃 呃 不是 不是你们小妹 爸 妈 你们怎么招呼也不打就飞过来了 说一声我去机场接你们了 哎呀 这你爸不是 不 别让说嘛 我们这么做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我听说 你和小玉的公司出了点问题 是关于股权方面的 有这么回事吧 爸 谁跟你说的这些啊 这些只有几个股东才能知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骨头缝的墙 这么大的事你想瞒你老爸 那是不可能的 吃 吃点水果 晓鸥 你不打算 介绍这么可爱的姑娘 给我们认识吗 呃 她是 我女朋友 女朋友 不 你过来一下 过来一下 我怎么不那么清楚啊 送过去 过来吧 你干嘛说我是女朋友啊 小点说 我爸妈还在哪儿呢 现在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将计就计呗 你干嘛不说点别的呀 话感到这个份上了 你让我说什么好 你就说我 我是深夜来找你对接工作的人 我公司的职员 深夜里到我家里来对接工作 这传出去更可怕吧 还有啊 现在有损失的是我 不是你 你 我一点没觉得当女女朋友 是什么占便宜的好事 你错了 你可不是我女朋友 只是假扮啊 好好好 干什么啊 看首相 机长啊 怕你反悔 把我准备一份甜品 你占我便宜 你占我便宜 让我当你女朋友 还让我给你准备甜品 我 我给你下药 两位不好意思来晚了 来了陈总 坐 咦 怎么没喝酒啊 这不等你呢嘛 陈总 媒体宣传的事 公欧表现得怎么样 整体还不错 至少这一次 他出现了嘛 公欧这小子 如果再耍小孩子脾气 我们就联合其他股东 把他弄下去 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还是要以公欧为主 我们的股价波动很大 媒体发布会结束以后 所有的媒体都盯着公欧 如果这个时候 他再出什么事 恐怕咱们 都承受不了 你说得也对 新产品刚面试 销量和股市的数据 才是应导理 这关系着N以下一步的发展 还有啊 这个宣传 行啊 不说这个吧 现在最重要的 是股权的问题 要尽快搞定 一旦成功 你来主事 公欧呢 我们也不是要赶尽杀绝 毕竟他占着一个 核心技术的优势 那就让他回去 继续研究他的技术 N以不会亏待他的 我的意思是 借着这个好形势 你该往前走一步了 你uation 然后你会 你却你连续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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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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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推辞了 就这么定了 好 那听你的 恩义新手经验事后销量低迷 以致股价持续降低 那么作为近几年的业界新秀 恩义将如何面对 掌门人空缺的危机关头 各界都在拭目以待 不知新任总裁上任后 恩义的股价是否会回升 还是持续低迷